学校新来的体育老师有独特的训练技巧 上他的课像进了缅甸北就主打一个兽型 巴特哪能受振鸟气 回家就动了个冰球准备反击 在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当体育老师叫到他名字时 巴特用一颗冰球回应 这孩子不去练千球可惜了 杂公大爷的家支离破碎 巴特被罚帮忙重建 叮叮当当一直忙到妈妈来接 啥也没干 把钉子给霍霍完了 此刻乌云密布大雨瓢泼 大爷用漏勺挡雨 马迹鱼性不忍 喊杂公大爷回家留宿 威利换上睡衣 今晚睡沙发 这对他来说已经是五星级酒店的享受 威利说咱们家世代都是干出活累活的 举个例子吧 矿井一般都会放金丝雀下去 来检验有无瓦斯泄露 而我爷爷则是更早下矿 来检验下面对金丝雀安不安全 所以我们的家族传统就是要求不高 住的方面有个地方落脚就行 吃的方面虫不要太大就行 苏格兰裙下面再有个底裤 那就完美 这种凑合的人生激起了丽莎的斗志 她打算把威利改造成体面的绅士 丽莎第二天就开始教威利基本的礼仪 见到大主教应该说什么 丽莎感觉教礼仪有点早了 先把她浓浓的口音改掉比较现实 于是从发音和基本生活常识着手 威利经过反复练习终于学会一句 虽然只是一小句 却是意义重大的开始 一声二二声三三声万物 何时候后面学不会更多呢 威利高兴的手舞主导 拉着巴特和丽莎伴舞 经过不懈的努力改造威利的进展喜人 现在就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展示成果 丽莎选择了学校的科学展 这就是她今年的社会科学项目 下面有请威林顿先生 改头换面的威利全然没有过去的陋习 简直就像个世家大主名门之后 是从小养成的绅士 春天阵没有一个人认得出她 于是们摩拳叉长想尽快认识认识这位汉主 除了外表 威林顿言语分序 还懂得很多莎士比亚的段子 她游走在不同的女人之间 像优雅的浪子 薄情但不让人记恨 没有人理应完整的占有她 她只能属于全体诞生旅行 科学展即将结束的时候 丽莎终于宣布 威林顿先生就是她今年的科研项目 其实威林顿的真正身份就是威利 在一片惊叹声中 莉莎毫无悬念 夺得今年科学展的头奖 没人质疑这个项目的难度 她可以上升到奇迹的层面 威利改头换面后 失去了学校的工作 但她一时间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莉莎倒是有个好去处 她把威利领去高级餐厅上班 这里往来500厅 谈笑有阔劳 非常需要你这种有教养的声势 威利非常礼貌的接待客人 但这些出入高级餐厅的有钱人 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声势 他们说话粗鼠行为怪账 还有些心里扭曲的家伙 用食物认为你 威利强压心中怒火 换作以前 她早就拿拳头说话了 但现在要时刻牢记 教养和忍耐 威利虽然穿着鼻挺的西服 戴在温暖的高级餐厅里 但她无比想念操场上的小巫 小巫才不管她多么的不堪 只是默默的遮风挡舞 那个别人看不上的小巫 和别人看不上的威利 从不会相互嫌弃 但现在她已经回不去了 学校新的杂工输了进来 威利不是真正的快乐 她只能不断自我暗示 这样是对的 改头画面很开心 融入上流社会就是好啊 但我真的好想我的小巫 嘿 有钱的小丑又来找事 她让威利让出位置 这样自己方便监视对面的瑜伽女孩 总感觉里面有别国的间谍 让我抓到还不得嘿嘿嘿 小丑已经口无遮拦地缩起黄段子 威利提醒她这里还有孩子呢 但小丑根本不在乎 她的地位又不是靠道德换来的 Get out of my booth Duchess of Cornball My name is Willie 威利不打算继续融入上流社会了 获得这些人认可 又有什么好骄傲的呢 Go 将头发梳成先前的模样 威利换回杂工的衣服 竞聘上岗又成了学校的杂工 这才是她得心应手的工作 物质匮乏但至少笨领吧 威利第一时间回她的小屋看看 还是记忆中的模样 小啊温馨 威利说有一点点不一样哦 威利进屋之后看到墙上挂了个画 写着温馨的家 房子可以小 但你也要把它当成家 威利感动得想哭鼻子 说要一个人静静 威利表示理解 立刻出去 威利很小的时候 你希望孩子成龙成糞 很难如月 但你希望孩子当废物 基本就成功了一大半 从胎教开始 中心思想就是当废物 威利果然没有辜负期望 几十年从未有过像样的生活 丽莎让她穿西服 打领结 读莎士比亚 以为能融入高雅 却发现那帮独子只是半高雅 上流的仪式感你看来觉得很重要 但真正那个圈子里的人 根本不当回事 他们定制的规则 自己又怎么会被限制呢 所谓高雅 也只是他们编织的耀眼的梦 纯粹其中的追逐者 大多时候来不及思考 就稀里糊涂追逐了一生 上流社会的关键 从来都是他们手中的诠释和资源 而那些东西 威利大概率这辈子都得不到 就像在一个你拿不到武器的竞技场 说是同台竞技 其实你只是个猎物 一切焦虑都源于被猎杀的恐惧 威利只好逃离别人搭好的舞台 回到熟悉的阴暗领地 只要自己足够废物 就没有被猎杀的价值和焦虑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